各位鼎姊妹你們好,我們又開始今天的釋經討論會 我們的主題仍然是聖靈充滿 而現在是講到怎樣心靈可以得醫治,或者是幫助別人心靈得醫治 我們之前講了有幾點的 第一點就是深信神愛自己,以及想祝福自己 深信神是很想祝福我們的,神是很愛我們的,看重我們的 第二就是神叫我們變得寶貴,寶貴是重要的在祂眼中,所以祂會祝福我們的 第三就是深信神會賜恩祝福那些愛祂的人,聖經所答應的 神不是愛祂的人預備的,是眼睛未曾看見,耳朵未曾聽見,人心未曾想到的東西 是很多封聖的恩典,所以沒有人能夠搶走神的祝福 所以我們不需要介意人的傷害,祂不能夠搶走神賜給我們的東西 而我們深信神愛神,神是會給我們的,將各樣的封聖恩典給我們的 所以我們就不需要被人影響,我們不需要介意人對我們的傷害 我們的心說不要緊的,無所謂的,祂不能夠傷害到我的,神會給我的 那麼人就越來越輕省了,但是如果經常都數算 有些東西,人家傷害我,那是很難得醫治的 那由第四點要講到,就是回去受傷害的情境釋放自己 那麼這個是什麼意思呢?怎麼回到傷害的情境呢? 就是說呢,我們想回,我們在祈禱之中想回 有些什麼事以前發生的,或者有些什麼人以前做過的事情 對我們有傷害,在那個情境中去釋放自己 那麼在這個情境中呢,就可以有不同的事情去做的 可以呢,問耶穌,你是否在那裡? 那麼有些人,就是說我收不到耶穌的答覆 那麼其實呢,我們可能會有一個意念的 那麼也是深信其實,因為耶穌是無所不在的 神是無所不在的,就算我們未認識祂 神已經在永恆中揀選我們,所以我們 神是時時都和我們一起,時時都想祝福我們的 就算我們受傷害的時候,未信耶穌的時候 神已經想祝福我們的了 那麼我們可以問耶穌,你有什麼想對我說的話 那麼如果有些意念出現,有些聖經的說話去出現 去感動我們,幫助我們的,那麼我們就 如果那些說話是合乎聖經的 那麼我們呢,就將它應用在自己生命之中 那如果有時候魔鬼的說話呢 或者聚聖情的說話呢,就會說你沒用啊 你是蠢啊,你是抵比別人傷害啊 那麼這些呢,就出於魔鬼呢 我們就可以奉耶穌命拒絕他 要他離開,如果在這樣的情況 我們會有這樣的負面意念 我們首先需要處理了這些負面意念 先繼續去回復那個情境得釋放啊 就是說,如果當時是在自己的心裡面 那裡掙扎就說,哎呀,我好慘啊 那些人傷害我很慘啊 真是好不好啊,我自己真是沒用啊 抵比別人欺負啊,就是這類的負面的聲音呢 那麼我們呢,就去處理了先 用聖經的觀念去處理 就是聖經的觀念就是 我們每個人都是寶貴的 每個人都是重要的 沒有人能夠拿走我們的福氣 我們聽從神的時候 沒有人能夠拿走這些福氣 那所以呢,在神裡面 當然我們信耶穌,沒有一個人是沒有盼望的 每個人都有盼望的 不會有一個人呢,你是活該死的 你是什麼都不行的 你做什麼都不行的 你一定失敗 是沒有一個人是這樣的 每一個信靠耶穌 悔改信靠耶穌的人 神一定呢,大大的祝福祂的生命 提升祂的生命 是聖經答應的 那所以呢,我們就 就是處理這些負面的聲音啊 或者我們如果平日都有這些負面的聲音呢 我們就需要去處理 那我會這樣說的 就是因為人的罪性呢 我們自己會有些負面的聲音出現的 就是譬如有時候說 哎呀,真是壞了 那我就做錯事了 真是沒用了 我經常做錯事的 唉,那些人都是不喜歡我的了 我跟人聊天 那些人都不會跟我聊天的了 就是我們可能會有這樣的意念出現了 那我們平日有這些意念出現的時候 我們就學習用聖經的教導去取代它 聖經的教導就是 神體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寶貴 都是重要的 神是想祝福我們的 神是必然先恩給愛祂的人的 我們不需要負面的 在聖經的教導 我們每一個人都有盼望的 就算是門徒 耶穌是多數對門徒說的說話 都是告訴他們 恩典 神對他們的愛 為他們的供應 也都是教導他們遵從神的 耶穌是有很多說話教導他們 但是同時呢 耶穌是被人盼望 被人力量 同時耶穌都有指責 而指責有幾次呢 就是說他們沒有信心了 但是跟著耶穌立刻又被人盼望 盼望的 他立刻說呢 你若有信心 好像一粒芥菜種都能夠移山 那就是耶穌不會叫人絕望的 聖經永遠不會叫人絕望的 即使 在猶大要出賣耶穌之前 耶穌都是說 這個人不生在世上 如果猶大聽到這句說話 他會悔改呢 其實他也不會去出賣耶穌的 但是他就沒有悔改 他容許他這個意念呢 堅持下去 一直要出賣耶穌 那這個是 是他的堅持 但是耶穌是有給他警告的 耶穌警告他呢 這句說話真的很重的 這個人不生在世上 他可以立刻說 主啊我怎麼可以得救呢 那如果他呼求耶穌呢 耶穌都會給他盼望的 那就是神是永遠被人盼望 所以如果我們有一些 負面的想法呢 這些不是出自神 是出自罪聖情 或者出自魔鬼邪靈 那我們就不要放在心上 我們靠主去處理 好了那我講回 就是說回到受傷害的情境 怎樣去釋放自己呢 因為在當時來說呢 我們就覺得很慘 覺得呢沒有絕望呢 那我們可以呢 就問耶穌 有些什麼說話 你想跟我說 在當日呢 那如果 我們收到一些意念 或者有聖經的意念 彈出來 是能夠回應我們 當時的情況的 那我們呢 就可以應用 來幫助自己 其實當時來說 雖然好像很絕望 但是其實 神已經定義醫治我的 我可以放手的 可以對這個傷害放手的 我也都深信我生命是有盼望 是有恩典 是有前路的 神會繼續祝福的 這樣去釋放了當時的傷害 那我自己 我又講我一個經歷了 就是我呢 曾經是去參加過這些的課程 當時我是參加者 我想看別人 怎樣做這些醫治釋放 那呢 他們就叫我們分組 那然後有一個人 就自願做那個被釋放那個 那就會去 就是去問回神 有什麼經歷是以前呢 是帶給我們傷害的 那 當時呢 我就 祈禱呢 就出現一個情況了 那有些人說 哎呀我沒有出現喔 那其實呢 我們只要想回 有什麼情況 是令我們最大傷害的 去回那個情境 那我曾經呢 就是試過這樣的情況的 就是呢 在我小時候 因為家裡是很多 打鬧的 那我有一次早上起床呢 我就 我們就吃飯的 早上吃飯然後上學 那我就用個飯學 糊飯 但是糊飯的時候 那個飯學就斷了 斷了呢 我就很害怕 因為當時來講 什麼都會罵 或者打的 那我就很害怕 那我就上學了 那到放學呢 因為我會想到是面對的 就是回家會問 誰弄爛的 那我就 那我就 站在一個樓梯那裡 那裡 不敢回家 那時候是很害怕的 那我就 站在那裡 就 等了很久 不敢回去 不敢面對 但是最後都是 就是回回上去 那 結果沒事 但是沒有人問 發生什麼事 那 那 但是那個 但是那個 當時那個 懼怕 就是害怕的 那 的確是 其中一個傷害 那我當時 我就 可能有三四個人 圍著 祈禱 那我就說出 這個情況 那 然後我就問耶穌 你是否在那裡 那我就 深信耶穌 是經常都在那裡 就算我在那裡 受傷害的時候 耶穌都在那裡 然後 就問耶穌 你有什麼 跟我說 那我就有這些 意念 那意念是什麼呢 就是耶穌說 我會大大的使用你 你將來會成為一個寶貴的人 是一個很重要的人 是會祝福很多人的 你今天的傷害不算得什麼 你不需要放在心上 你可以放手 我看重你的 那 當我在這個過程之中 當我有這些意念的時候 那我就 我心裡 就 跟自己說 其實 那時候很害怕 那時候覺得很大件事 但是其實 神已經定義祝福我 沒有一個人 能夠拿走神這個 計劃 神的心意 所以我當時的傷害 是可以放手的 那我就 求主釋放我的心 叫我平安 當我想回以往 任何一件不好的經歷的時候 我都可以放手 可以平安 那這個呢 一個方法就是 問耶穌 另一個方法就是 可以用我們今天的知識 我們今天認識聖經 我們可以自己 和以前的我去說話 就是現在的我 已經知道聖經的教導 已經知道神是要祝福我們 使用我們 醫治我們 那我們就用這些的意念 向以前的我 說話 就是以前小時候的我 告訴他 你那時候 你在這個時候 你覺得很慘 很辛苦 但是其實呢 耶穌已經定義去祝福你 去安慰你 醫治你 神是有很多好的禮物等著送給你的 你就不需要放在心上的 你可以心裏面 興省 可以放手 就是可以自己和自己 以前的自己說話 那我和以前的自己 講話的時候呢 那我心裏面呢 就有這種的 平安興省 就是很深信 我是寶貴的 我是重要的 我的心裏面呢 就興省平安了 就是把這些事呢 過去的事放下 那就是在這個過程 我們可以問耶穌 你是不是在這裡呢 我們可以問耶穌 有什麼 跟我們說呢 我們也可以 自己和以前的我 去講話 神呢 是會大大祝福你的 你不用擔心 不用憂慮 不用 不需要繼續記掛人 對你的傷害 你可以放手的 神會祝福的 那他的心靈呢 就會更加輕省 那也在那時候呢 去祈禱安慰 帶來安慰 耶穌說 你陪伴我 原來你一早已經在愛我的了 所有我的傷害都不要緊要的 所有的傷害都可以放手的 我可以完全釋放的 得醫治的 不需要介意的 可以開心快活 當我數回神的恩典的時候呢 我可以很開心 不需要快活 我就輕輕鬆鬆開開心心做人 OK 那我現在簡單講了這個方式 我就會在這個時候呢 我就會在這個時候呢 就會戴著大家 但是因為我們每個人 情況都不同的嘛 所以大家呢 你就放鬆自己 求神帶領指示我們有一個 什麼情況是以前我們覺得受傷害的 然後怎樣 就是問神耶穌啦 耶穌你 你有什麼 你在這裡 你有什麼話對我說 或者我們自己 對自己以前的我 說話 那你就在這個過程呢 自己真的好像回到以前的時候 那樣 就是好像是 小時候啊 以前這些事情發生的時候啊 那樣我們呢 就 那個小時候的我呢 去回應 小時候的我 去想回 就是想回自己 很矮小的時候 有時候不是很矮小的 有時候 因為以前發生的事呢 可能是 幾年前那時候 已經是成人的了 那總之想回 以前那時候呢 那個心裡的憂傷 那就其中有一個步驟呢 是可以加進去的 就是怎樣呢 是想回那個情況的時候 我們的傷害的程度 就是心中的情緒啊 心中的不開心啊 就在那時候呢 感受回 就是回到那個情境的時候 感受回當時的傷害 感受回當時的不開心 失望 感受回 然後 再問耶穌有什麼 跟我說的 那就會去 醫治回我們以前的傷害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了 那大家呢 就 安靜自己 放鬆自己 這次呢 就可以坐在那裡了 讓大家 放鬆些 回到以前的情況 想回一些情況 求神去醫治 求神對我們說話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天父知道我們一生人所經歷過的事 有些很大的傷害 有時候有些事情 我們一想回都會覺得 很不開心 覺得很無助 很無望 覺得很不公平 覺得被人遺棄 或者是攻擊 心裡面有很重的淡子 有時候這些傷害都會留在我們的生命之中 在這一陣子 我們嘗試回到以前的情況 這個以前的情況 可以是一個月前 可以是很久之前的 是任何的時間 當我們的心中彈出這個情況 我們就回到這個情況去得醫治 在這一陣子我給大家一些時間 大家去問耶穌 或者自己反思有些什麼情況 是自己曾經受過傷害的 但是 有一個一出現的 你就是回到那個情境就可以了 必須一定想 哪一個是最大的 總之有一次的出現 我們就回到那個情境 多謝你 我給大家一點時間 去回到這個情境 也都可以感受那個情境 當時那個內心的感受 也都可以想回當時那個身體的感受 比如可能很緊張 可能很害怕 好像那些血都不到的面 可能是 很覺得被遺棄 就好像整個人沒有力 軟弱 就是 當時身體的感受 然後我們可以問耶穌 好像面對面對著耶穌 主耶穌你當時是不是在這裡? 你知道我正在受苦嗎? 你知道我當時是很傷痛嗎? 主耶穌你當時在哪裡呢? 我給大家一些時間去 得到耶穌的回應 或者內心出現的回應 主耶稣,你是否在? 你知不知道我當時很傷心 很痛苦 很害怕 很不開心 我們就想回當時感受那個感覺 好像是我在樓梯上不敢走回家的感覺 或者你有不同的感覺 或者被人氣壞 血管沸騰 整個人可能很緊張或者很受傷 我們感受回當時的感覺 感受回當時的無助 無力 然後我們問 主耶稣,你有什麼想跟我說呢? 在當日 當我受傷的時候,你有什麼想跟我說呢? 主耶稣,你當日對我的意念是什麼呢? 你心中對我有什麼意念呢? 是你讓我感受到的 我們都可以想著耶稣看著我 看著小時候的我 想表達耶稣的感受給我 我們就好像看著耶稣 在當時很受傷害的時候 我們看著耶稣 聽耶稣說這句話 我又給大家一些時間 大家去回應 去感受耶稣說的說話 和他的說話對我們的 影響幫助 感受那種感覺 當耶稣向我們說話的時候 那個感覺 如果我們 有些人不收得清楚的 意思是不收到耶稣的清楚的說話 我們就可以自己今天 作為一個成長的我 向以前的我講說話 有些聖經的觀念 去對以前的我講說話 並且是帶著感情 對以前的我去講說話 去安慰以前的我 大家可以試一下做 在這一陣子 我就代替耶稣向你講說話 我現在把耶稣的心意向你表達 我的兒子呀 我的女兒呀 你是我體重的 你是我的兒子 我的女兒 我很關心你 你是很寶貴的 我特別創造你 我照著我的形象做你出來 你有我的聖情在裡面的 你是很寶貴的 你是重要的 當時有人傷害你 當時有人傷害你 因為他們本身受了很多傷害 所以他們會傷害人 他們說一些令你很難聽的說話 做一些你很難受的動作 但是我的心意 對你是關心 我知道你的傷痛 我知道你很憂傷 我知道你很辛苦 我知道你覺得無助 好像覺得沒有人幫助你 但是我已經定義幫助你 我透過拯救你 和聖靈在你心中的工作 我一步一步去醫治你 安慰你 叫你回復一個 成為一個 真是有我形象的人 滿有 神的封聖的生命 我是很想醫治你的 我擁抱你 我在掃掃掃掃掃掃你 所有人的傷害都不算得什麼 因為人算什麼 人能把我這樣 因為我對你的祝福 超越任何人對你的傷害 我很想醫治你 很想安慰你 擁抱你 掃一下你 让你知道你是很宝贵 你可以像做宝宝那时候 妈妈抱着你 都摇摇摇摇摇 爱你 我都是这样去爱你 去安慰你 你当时心中的伤害 痛苦 你可以放手 因为我的爱 超过这些人所做的 我去拥抱你 我告诉你 不要紧的 我会给你 你会得到很大的福气 耶稣就在那里掃一下掃一下我们 安慰我们的心 让我们的心平稳安静 耶稣告诉我们 我们很宝贵 神已经有了长远的计划 怎样去帮助我们得医治 得释放 成为一个平安 轻省 有盼望的人 有喜乐的人 可以活得开心快活 耶稣说 我会让我们的心平安 当你以靠我 亲近我 遵从我 我的祝福 会超越所有人的伤害 你就放松你的心口 放松心中的伤害 放松里面所有负面的感觉 耶稣的平安 耶稣的平安 临到我们身上 主耶稣的平安 来到我们身上 耶稣陪伴我们 主耶稣 我知道 你心上 爱我我 我的心 爱无力 你是我 一切 我是你 冠冕上 报上 也是你 眼中的 同人 我的心 献 给你 完全 完全 属于 你 主耶稣 我知道 你 心 爱我 我的心 爱 无力 你是我 一切 我是你 冠冕上 报上 也是你 眼中 地 同人 我的心 献 给你 完全 属于 你 我是你 冠冠上 报上 也 是你 眼中 地 同人 我的心 献 给你 完全 属于 你 我的心 天 天 给你 完全 属于 灵 我们好像 一对一 面对 面对着耶稣 让耶稣 去安慰我们 医治我们 我们感激 耶稣的爱 和接纳 感激 耶稣提升 我们 看重 我们 关心 我们 医治 我们 我们 天天 跟耶稣 说 主耶稣 我愿意放下 这些烦恼 重担 伤害 我愿意 不介意 以往发生的事 因为我知道 你会给回 所有我失去的恩典 你会重建 我的生命 将我生命 重建 主耶稣 我需要你 我紧靠你 我拔着你 你一定 医治我的 主 我 更靠你 主 我 更靠你 尽我 生 以我 灵 主 我 更靠你 真的好像 面对耶稣 那样 耶稣 一路 掃一下 掃一下 我们 我们一路 对着耶稣 一路 心 向着耶稣 说 主 我 更靠你 主 我 更靠你 祝我 生 以我 你 主 我 更靠你 以爱 感动我 我 心 将我 更拥抱 我 只归 你 属于 你 我 只归 你 只归 你 以爱 感动我 我 心 将我 拥抱 我 我 只归 你 属于 你 我 只归 你 我 只归 你 我 只归 你 属于 你 我 只归 你 只归 你 多谢耶稣 多谢天父 在你的里面 当我 深信 你 医治我 你 一定会 一步步 医治我 当我 拉着你 挨着你 你 一定会 逐步 医治我 释放我的 令 救我 脱离 以前的 伤害 叫我 放手 叫我 能够 看出 这些人 虽然 他们 伤害 我们 但 其实 他 比我们 更加 惨 他们 伤害 神 的 子民 其实 更加 惨 主 联盟 他们 因为 他们 受了 很多伤害 是很惨的 求主 你 联敏 他们 也 帮助 我们 去 祝福 他们 求主 帮助 我们 放下 这些 所有的 锁链 耶稣 释放 我 心中 的 锁链 将 这些 锁链 全部 粉碎 属于 耶稣 将 我 心中 的 锁链 粉碎 释放 我的 令 是我 能 经 拜 令 四方 我的 令 是 我 能 赞 你 命 要 从 胆 射 下 是 我 能 担 四方 四方 我的 令 来 敬 拜 你 主 帮 我们 释放 里面的 忧伤 伤害 痛苦 四方 四方 灵 是 我 能 敬 拜 令 四方 我的 灵 是 我 能 赞 你 命 让 让 让 胆 射 下 是 我 能 担 四方 四方 我的 灵 来 敬 拜 你 主 释 释放 我们 的 心 让 我们 轻 散 平 安 开 开心 轻轻 轻松 做人 享受 生命 无论 我们生命有多少困难 我们都享受你的生命 享受你的爱 享受你的 医治安慰 主 耶稣 你真好 有神 万事足 有耶稣 万事足 我什么都不需要介意 我所有的事都可以放手 多谢主 让我能够认识你 多谢主 让我能够知道你是会医治的 我们就可以一步步被你医治 求主的圣灵 医治我们 释放我们的灵 脱离一切的伤害 一切的捆锁 多谢耶稣 多谢天父 感谢天父的医治释放 感谢天父 感谢耶稣 耶稣 你真好 耶稣 你真好 耶稣 医治我 释放我 安慰我 陪伴我 跟我一切 永远跟我一切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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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天父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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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爱 我 都 永远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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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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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止我都永远 神啊你依止我们 我们看着耶稣 主耶稣我看着你 我多谢你这么爱我 多谢你接立我 我接受你的依止 我接受你的安慰 我接受你的爱 我是被你所爱的 我是宝贵 我是重要的 你一定会提升我的 你一定赦免我一切的罪 我向你承认我一切的罪 你一定会赦免我一切的罪 我求你拯救我 你一定会拯救我的生命到底 保守我能够进入永生 能够现在得救 直到永远 主耶稣你和我们一起 我们可以天天享受你 天天享受神的爱 神的恩典 天天都在想着神爱我们 想着耶稣掃掃掃我们 想着耶稣在摇摇摇摇我们 在那按手在我们身上 在那摇摇我们 耶稣你陪着我们 真好啊 耶稣你陪着我们 真好啊 有耶稣万事足 耶稣和我们一起 有耶稣真好啊 我们可以享受你 当我借天父 赞美天父 感谢天父 啊 大家可以把那些重担呼叫出来 啊 把那些重担呼叫出来 啊 利路呀 啊 利路呀 多谢耶稣 好像把那些不开心的伤害释放出来 多谢耶稣 好像我们的心灵飞到耶稣那里 多谢耶稣 多谢耶稣 我们接受耶稣的意志 接受耶稣的安慰 让我们兴散平安 喜乐开心 哈利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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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激天父 释放我们的灵 叫我们全然兴散 多谢耶稣 感激耶稣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多谢耶稣 哈利路呀 哈利路呀 主啊 完全医治我们 释放我们 叫我们做一个开心快乐的人 感激主 赞美主 多谢主 你医治我 安慰我 陪伴我 多谢耶稣 感激耶稣 来到奉主耶稣 圣名 阿门 多谢主啊 哈哈 哈 多谢耶稣 多谢耶稣 好 有没有人想分享 刚才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分享啊我 好 感激主 哇 玥牧师 我等你用这种方法 很想很久了 竟然今天呢 不小心 是啊 很亲密 跟耶稣的关系 嗯 当走回去呢 我现在小时候的情况 我小时候被恐吓的 很害怕的 经常被熟灵黑暗的势力 襲击 我妈妈 半夜的时候 我整天晚上 都害怕到 醒了 我去找她 她都说了我走的 很凶的 经常都 我就带着无力 害怕 整个人都硬了 所以先头你说 头像没血上 我就是这样的 整个人害怕到硬了 但是很无助 耶稣基督呢 有一个 在我侧边 我看到她呢 她原来呢 看着我 她在那里哭了 然后呢 我很多幕都是这样的 然后呢 我看到呢 她抱着我 拍我背脊 啊 一直去去去 去到最后的心灵医治的位置的时候 我看到呢 我的手被耶稣拖着 走着这个世界里面 每一个干境的路 很轻松啊 昨天我都有起落江河在那里笑 感谢耶稣 分享是这样的 多谢你 非常奇妙啊 非常奇妙啊 我听到都很感动啊 我听到都很感动啊 还有人想分享是不是 耶稣 我想分享啊 就是你这种方法呢 我觉得很感激 真是很惡慕啊 真是很喜悦啊 很想 这个很新 给个新好 新层啊 因为好像这个姐妹 分享我一直都在流眼水 你分享的时候呢 回到那个地方 或者主耶稣讲话啊 其实你代表主耶稣 或者代表天父啊 我哭得很厉害 我哭得很厉害 弱了几个那个情况 就是那个前颈 都不同的 受伤的地方 牧师 我想分享 我想感恩分享 你开始说 代表耶稣那一刻 我整个人很平安 很平安 但是 上面那三个人都在拉字 就是扎字很重 那个眼水都不断闹 不断闹 但是 打后你说 耶稣他拥抱我 他扫我 他跟我的同作 按照我身上的时候 我身上就不断闹 不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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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眼水都不断闹 那个心里面 都是很重 那么一路一路就开始 有释放到平安 感谢主 感受到神耶稣一同在 感谢主耶稣 感谢主 主要继续医治我们 好 还有没有人想分享 好啊 我分享一点 很简短的 我现在四十岁了 但是 我最不开心那段的时候 应该是 中学毕业到十七岁左右的 因为我那时候 就认识了一些 不好的同学 那一陈就透过 一些 一个 一个 一个过程 比如 会带我去 旧地重游的 他真的答得很准确的 他透过一些牧者 或者传道人 或者一些弟兄姊妹 会有些事情做 然后就会经过 看到那里 那当时 那个心里面 就会有很浓郁的 很浓的感情 哀痛 在那里会哭 哭完之后 又会痊愁的 就是有很多地方 神都 我会避开不去的 但是神都会 逐个逐个地方带我去 于是在四年里面 很多地方都去了 那真是内心医治的 有一个情况 就是我有一个弟兄 是我们自己家庭 有照顾开的 不过他最后 是死在罪里面 神都不要他 真是死在罪里面 那我那个控诉 就会不停控诉我 自己做得不好 还有我老公做得不好 但是呢 我老公就看圣经就说 不是哦 他真是死在罪里面 他真是 神是要拜拜他肉体 让他灵魂得救 因为他真是不肯回转 那他看到的 和我领受不一样 那我去很多 就是 他经过很多次 我和这个弟兄相处的地方 都越来越比我感觉到 我不需要这么有罪咎感了 因为真的 感情是有的 那个思想的连结是有的 但是最后来 都是要放下 向前看 还有知道神的祝福 远给我想的 神的宽恕 还有 神给我的 就是 扩阔我 对他那种慈爱 他那种慈爱 是比我想象中更大的 然后就将自己的 那个 控诉啊 痛苦啊 还有眼泪 慢慢放下 还有 专注在神 认为对付罪 还有 那种 那种美好 轻松的 一个基督徒生活 那里去出发 神是这样医治我 感谢主 就是都感觉到 就是神的那个临在 是 就是 圣灵的临在 神的临在 这样的一个 就是 那种感觉呢 是很 很喜乐的 很有平安的 就是 就是 很 很兴散的 就是 很喜欢 可以这么说 而这种 很喜欢呢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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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正 好 感谢主 所以 对了 多谢主 对了 对了 你有这个 所以现在的追求 是 好像你这么说的 是 追求这个持续性 那种 那种的充满 好 祝福你 祝福你 好 多谢 谢谢 对了 对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